本節目是由佛光山特約贊助播出 佛光山電話905-814-0465 日常生活、教育、工作、生命大小事情 都可以用佛家心態坦然面對 不如就等佛光山永古法師 在逢星期三晚上8點半至9點 與幸福有約的節目內 與你細說佛語 在今天的節目當中 我們恭請到了佛光山寺的永古法師 來到我們的節目當中 永古法師你好 我們的主持人楊松 還有我們的聽眾朋友們大家好 非常高興 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對 我們都說經常說的一句話 一年之際再於春 所以說最近剛好我在看 永古法師師傅的一本書 叫《說故事的旅程》 它這個裡面分了四個部分 春坑 夏雲 秋收 還有冬藏 那現在我們開始這個 春天快來了 就是我們往往在新的一天 都會有我新年要怎麼怎麼樣 有很多很好的計畫 很美好的想法 那不知道就是收音機旁的聽眾朋友 都在新的一年有什麼美好的願望 通常呢我們有一些 也會就是去拜拜啊 然後點一些光明燈 我們這個佛教是有 是這樣子叫光明燈 對吧 師父 就像今天哦 因為這個新年嘛 所以大家放假 對 那每一次大家放假的日期 就是我們佛光山特別忙的日期 很多人來 當然就像你講的新年 然後在佛前许願 那另外就是 也來為新的一年 點上一盞燈 供在佛前 那麼這個燈 是象徵著光明 象徵著 就是好像你的要走的路 有光明照亮 那麼就這個前途一切順利 能夠如意這樣子 所以點燈的人是特別多 那通常我們講說 因為講點燈呢 本來點燈的用意啊 這個光明 象徵著我剛剛講 前程的順利 那在佛教裡頭 光明就象徵著智慧 就像佛光山的開山中掌 星雲大師 常常告訴我們呢 說你不要怕事情難 你也不要擔心 這個未來如何 你只要記得有一句話叫 有佛法就有辦法 那麼這個所謂的 有佛法就有辦法 那個有佛法的意思就是 有智慧啊 你有智慧 所有什麼事情 這個來到你面前 都能夠迎刃而解 就是你只要有智慧 就不擔心 會遇到什麼 因為我們對 這個好像迎面而來的 這些外境啊 你只能說 這個都差不多叫 應接不暇 很難有去選擇的 那所以你從外頭去 去說 我為什麼事情 做好什麼準備 其實往往是來不及的 最根本的 你先把你的智慧 先準備好 好的觀念 這些意念 這些志向 這些都準備好 那麼隨著外面 這些接踵而至的外境 你就不用擔心 你真的是有以待之啊 所以這個象徵著 智慧的這個光明 那麼在佛教的做法呢 就是在佛前 点光明燈來供養 那麼讓這個光明 照亮前途 也照亮我們的智慧 那不過就是說 其實我看很多人 他來要點燈 那佛教徒的話 他就很單純 我就是點燈供佛這樣 但有一些人 他不一定是真正 說認識佛教 這些 他會來問一個 我最常聽到的是說 哎呀 他今年 因為這個生肖 數什麼 就比如說馬上是馬年 對 那麼這個數馬的人 他們說 這個民間的說法 這不是佛教的說法 民間的說法 他說哎呀 這個生肖這樣犯充了 叫犯太歲 那麼佛教怎麼做呢 一般在外面 他們要去做法式 化解什麼這些 那佛教是怎麼樣 其實就是點光明燈 那基本上佛教 沒有這種所謂犯太歲的說法 這個是比較屬於道教的說法 不好意思 我還真的 以前我真的以為 一直是在佛教裡面 這個 我們所說的這個生肖啊 所謂的犯太歲啊 或者是今天怎麼諸事不宜啊 或者是諸事都是很吉利啊 好像 好像這個都好像跟佛教的範圍內的東西有關一樣的 今天師父更正了我的一個想法 那就是佛教點這個光明燈的話 它只是這個 就是每年年初點嗎 還是怎麼樣的 是怎麼樣的一種形式 還有怎麼樣的去 你怎麼樣去點起來 你內心的那種光明啊 或者是剛剛師父講的智慧啊 就是怎麼樣去做這個事情 嗯 嗯 我覺得我們楊松 實在很有善根哦 你剛剛提的一句話是很重點的 真的是把這個 你在形象上 表象上看 你好像在 把這個光明供養在佛前 其實他用意就要點亮內心的光明 嗯 是要有這樣子的作用的 嗯 那像你剛剛提 這個佛教會怎麼樣做 嗯 那佛教其實各個寺院 大家做法略有不同 嗯 那我只能講說 我們在佛光山怎麼做 嗯 那原則上呢 大部分的人 他是在年底 今年 哦 比如講 啊 這個 啊 我們在 啊 1月15號 嗯 國立的1月15號 就兩個星期後 哦 嗯 那麼 就是農曆的12月15號了 嗯 那一般我們點燈的看農曆的 還是按照中國傳統嘛 嗯 那麼農曆的12月15 也就是今年1月15 嗯 那麼就會舉行 2013年度的 啊 這個光明燈的 圓燈法會 嗯 也就是2013年 你所有供養光明燈的功德 在啊 這個兩個星期後 啊 就是農曆12月15 啊 我們舉行圓燈 就圓滿了光明燈的意思 叫圓燈法會 嗯 那很多人呢 他會在 回來參加圓燈法會的時候呢 他就 再繼續點 明年的光明燈 就2014年 哦 所以也不是說正好在那一天 因為那天人真的會很多 嗯 所以大部分的人就 反正就在這個農曆11月12月 哦 開始就在預算 哎呀 我明年 啊 光明燈 我要為誰點呢 除了自己之外 家人也要點啊 嗯 啊 還有 呃 这个 呃 過年期間啊 呃 幫家人做一點什麼功德呢 啊 供灾好了 啊 供灾呢 廣洁善緣 哦 这个呃 希望多一些啊 贵人相助 遇到好姻緣 哦 像这些就是 呃 一般的人會在這個農曆年底 就開始 哦 预算 哦 你比如讲说今天 呃 1月1号啊 我說到场特别忙 哦 因为1月1号也就是農曆12月1号啊 嗯 初一 嗯 光明燈 消灾法会哦 呃 那又放假嘛 呃 所以特别哦 就是差不多这个时候开始就是呃 呃 点灯的人特别多 那会有一张表格 嗯 你只要把你的这个联络人是谁啊 你要为谁点灯 就是说 嗯 这个功德呃 呃 你做给就是这个功德主的名字是什么 嗯 写上去 哦 然后啊 地址电话联络的资讯 啊 就是这样 嗯 那么呃 就全年都会供养 啊 光明灯 在这个 哦 佛光山的这个大殿之中 啊 哦 其实不是只有某一盏灯是你供养 而是整个殿堂 整个道场 呃 的光明是由你来供养的 啊 所以你根本也不用去找 嗯 嗯 那么像在佛光山的做法呢 啊 这个 其实配合环保 现在因为过去啊 真的我们要花好大的功夫哦 一个名字一个名字打在那个 呃 那种特别的特定的那种 呃 一种呃 像年的那种胶带上面 嗯 然后一盏灯一盏灯这样去贴 贴满整个大殿啊 嗯 因为好几千盏的灯就几千人来供养 对 那其实呢 呃 就是说 呃 呃 我要告诉大家就是说 呃 现在我们做法改了 不不再这样 呃 一盏一盏这样去打字 一个一个这样去贴 每年又撕掉 要重贴 嗯 那那个定制的这个 特别的这个又 也所费不少哦 嗯 那现在呢 就是呃 按照总本山告诉我们的做法 嗯 把所有供养光明灯的 这个人的名字 全部写在一本很精美的 啊 名册上面 嗯 然后直接供在佛前 嗯 像这样子 所以真的 大家要跳开一个思维模式 就是说呃 呃 你点一盏光明灯 啊 但是你要知道你供养的是 所有的光明 嗯 而不是那一个小灯泡 嗯 嗯 所以说刚才师傅给大家讲的 就是说点光明灯 这个我们现在新的这个做法 那呃 呃 他其实点光明灯也 也不光是就说一年 就是刚好是一天呀 或者是初一啊 十五 就随时都可以的 随时都可以 嗯 那比如说呃 呃 我我现在呃 呃 假设哦 嗯 当然现在我们听众朋友听到了 呃 这个时候刚好要为明年点 这个timing很好 对 但我假设呃 呃到六月份五月份什么的 嗯 然后你才呃 有机会到道场来 对 你就那个时候点都OK的 哦 我们点的方式就是要填一张表格 给给就给我们的呃工作人员 对 我们要写名字 写名字 然后就给工作人员就好了 所以呢 就说大家记得我们这个呃 多伦多佛光山寺的电话呢 是9058140465 9058140465 那么有关于想要点光明灯啊 还有一些信息啊 可以打我们的电话来咨询更详尽的信息 那就像今天呢 师傅也讲 他是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杨丽的哈 这个是一月一号 也是我们农历的就是初一 所以今天的整个佛光山 肯定就都是会非常热闹的啊 也有一个就是光明灯法会的这样一个活动 那么嗯 我想可能很多的朋友都有这样的 可能都有这样的问题啊 就是比方说 有的是说哎 我点了这个光明灯了 呃 然后呢 我呃 也相当于我许了一个愿 对吧 然后可能大家都希望这个愿望能实现 嗯 那么有一些呢 愿望是实现了 我们还要去还愿吗 还是要要呃 怎么样去再再再继续做 就是这样 嗯 对我们呃 华人的信仰有这个还愿 的的这个一个一个习惯做法 嗯 我觉得也很好 因为毕竟呃 是我们自己跟佛菩萨许愿 嗯 但呃 其实呃 在佛教里头没有那么强调还愿 他很强调发愿 哦 发愿 哦 呃 就是我我发愿 我新的一年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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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 嗯 有什么 比如讲 除了自己的事业啊 家庭啊 之外 呃 呃 比如说我呃 呃 为了身体健康着想 我要做习正常 呃 我要尽量呃 呃 就是呃 这个肉啊 这种呃 油炸啊 这些刺激的东西少一点 嗯 尽量多一点啊 啊 这种呃自然 就是比较好像生机饮食多一点啊 嗯 啊 蔬果类多一点 嗯 比如这样 呃 呃 有些人在健康上去许愿 嗯 呃 去发愿啊 呃 那有一些人呢 他就想呃 呃 呃 我发愿 我今年一定要看完哪几本书 嗯 就你给自己定了什么 呃 当我们在讲这个许愿 呃 好像是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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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提出了一个请求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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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我呃圆满了 嗯 我到时候就呃 来还愿 好像呃 给你打个金牌啊 啊 给你有什么 嗯 什么样的供养等等 哦 嗯 这个中间免不掉 有一点点功力 有一点点 好像呃 呃 呃 怎么讲 有一点什么关系 呃 但是在佛教里头 是没有这层关系的 哦 呃 我我对着佛菩萨发愿 呃 那么我要朝着这个去呃 呃 进行 那么佛菩萨呃 呃 呃 加持于我 嗯 那至于说还愿不还愿 我我 我在佛门里头 比较少看到这样子 哦 但是很多人知道 其实所有一切啊 都是要感谢 呃 呃 对佛菩萨的感 感谢 嗯 呃 关于这个还愿的问题呢 非常感兴趣啊 然后呢 不过我们的时间也非常的快 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呢 先稍微的休息一下 呃 一段广告之后 继续我们的与幸福有约 好了 听听朋友欢迎回来一段广告之后 继续我们的与幸福有约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恭请到了佛光山寺的永固法师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刚才呢 师傅在这个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 一直跟我们在讲这个有关于这个新年呀 光明灯啊 还有一些许愿呀 还有一些大家都很关心的 因为新的一年嘛 嗯 啊 就像我在节目的一开始说的 这个师傅的那本书一样 哈 就是春耕 那你要耕作了 那然后夏云秋收 然后才会有秋天的收获 那其实呢 很多的朋友呢 总是有一个疑惑 就是说 哎 我这个愿许了以后 就把它放在一边了 比方说刚才师傅就在讲 嗯 我新的一年为了我身体的健康 我要早早的起床 有很多人肯定 现在这个很多的 特别是年轻的朋友 就是晚上都会睡得很晚 早上都不愿意 不愿意太早起 大家可能都觉得这样不好 大家也都知道 可能早睡早起身体好 但是总也做不到 有的就就许了一个愿 然后就把那个愿放在那里 然后照样还是不起床 所以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 就是说 你去许了那个愿 像师傅讲 是佛菩萨会帮你去实现 真正要靠实现的还是谁啊 还是就是我们自己 嗯 刚刚杨松提到这个 我还真是 嗯 第一次听到说 哦 原来有些人他许愿 是我许一个愿 然后佛菩萨 你要帮我完成 对 我真第一次听到耶 就是啊 你帮我来去完成 你要你要 当然我是举了一个小小的例子 可能还有更多的这种愿望 我心的一年 怎么样更上台阶了 要要怎么样挣更多的钱了 要怎么样在在工作上 可能更更更高的一步了 他许过来了 这个东西 哦 你帮我完成了 你帮我完成了 所以我就来 还给你一个什么 对 这样啊 其实很多世俗的人 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心灵 嗯 不过在佛教里头讲发愿 那看来跟这个许愿是 应该是两回事来的 嗯 发愿呢 是我在佛菩萨面前 嗯 我很很很郑重的 很很真诚的 告诉佛菩萨 我在今年如何如何 或者我即将 我希望我如何如何 我这样子的一个承诺 有佛菩萨 你来为我做见证 你为我证明 然后我要做到给你看 我真的 就实现了我的这个承诺 我所发愿要做的 我真的做到这样 所以是 是佛菩萨会加持 那有更大的因素 更大的力量是说 因为我 我是对佛菩萨讲的啊 我不能没有做到 所以我一定要做到 嗯 他就有一个 有一个约束 有一个承诺在那里 嗯 所以当一旦做到的时候 其实 无所谓还愿 因为佛菩萨没有 没有要你还给他什么 嗯 那就好像我们讲 其实 我们一般都是求佛菩萨 其实佛菩萨也是由人 修行而成的嘛 嗯 那所有的佛菩萨 他们能够成佛 修行成就 通通都是由发愿而来的 嗯 只是他们发愿 不是为自己 我发愿我要成佛 我以后就安乐 这样哦 不是 但是我为了帮助更多广大的众生 所以我愿成佛 为了救度众生 这个当然 从这方面来看 跟这个 因为许了愿之后 好像怎么样 然后要还愿等等 我这样听 这应该是两回事 但是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 这个在进入新的一年 我们谈这个点灯啊 谈许愿或者说发愿 我想确实 就是在新的一年 给自己一个新的 全新的一个期许 那么当然就好像 这个中国就跟台湾 这两地之间 好像两地人民共同 推出了一个年 对过去一年的一个汉字 年度汉字 我看到那个字是进 就更进一步 进步的那个进 那我看这个字呢 我就觉得 你要更进一步 你必须要改进 你才可以进步 所以进步之前 应该要先改进 就是你要迎新 迎接新的一年 迎新啊 你必须先让自己更新 如果你自己没有更新 你带着一堆的旧账 你就是带着旧账本 然后进入新年 整天在那翻旧账 或者被过去牵绊住 这样哦 其实这个进入新的一年 你产生不了新的动力 所以这个时间这么宝贵啊 我觉得一年一年过啊 好快啊 那所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 互相共勉 真的这个进入新的一年啊 像大师 今年给我们写的那个春联 这个过年 每年过年 大家家家户户都要贴上 大师写的这个 我们这个新春莫宝 大师写的这四个字 叫俊臣万里 那个一般我们讲 鹏臣万里 鹏是大鹏鸟 镇翅可以高飞 那么大师写 把这个鹏改为马年嘛 就用骏马的那个骏 马之边的那个骏 叫骏臣万里 就是希望我们真的 影像新的一年 希望无穷 这个发展无穷 像刚才这个师傅 在我们讲这个 就是关于佛教的 里边的一些讯息 可能也更正了 我们思想当中 以前一些不太正确的 这个认识 特别是对佛教 特别是 我之前也是会有一些 不正确的认识 那么也讲到这个 我们刚开始在上半段的节目 也讲到这个 就是有关于生肖 就是我们这个 中国的就是十二属相 还有呢 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流行 这个讲这个 就是西方的这个星座 就是你这个人 假如说你是什么什么样的星座 你是什么什么样的性格 你会怎么怎么样 就是我想就是请教一下 师傅在我们佛教当中 是有没有这些 就是关于 比方说 我看到你这个人了 然后呢 你是怎么怎么样的 大样的 什么样的性格 就是我有一个疑惑 就是说很多的 我们经常说命运 命运 就是说人的命 你就是这样子定的 从你出生开始就定的 但是你的运 可能是会改变的 那就是有的人说 已经都定的事情的话呢 那我们在新的一年 比方说我们在发院呢 或者在去怎么样 是不是也 有的东西 是不是不可以改变 还是说 怎么经过自己的努力 还可以 就是有 我说不太好的 那种 那个问题 基本上呢 像刚刚杨松提到的 说一般要看 那个 叫农民历是吧 对对对 还是一些日历上台 有写 写 疑什么 不疑什么 我们经常会 我相信可能几户 家家户户 因为我们去超市 买东西啊什么的 都会送到 得到这样的挂利 你今天疑什么 不疑什么 然后有的时候 是诸事不疑 有的就是可能 大吉大利 就是你今天干什么都可以 像这些 因为很会影响到 人的心情有的时候 我觉得呢 就像刚刚您提到的 这个生肖啊 或者说星座啊 这些啊 原则上佛教 其实都没有谈这一些 他没有谈 不是他不懂 而是那个叫织末 就他不是主导 真正主导自己的命运 或者你今天 快乐不快乐 开心不开心 顺利不顺利 你今天如何 这些种种 其实不是因为 你是什么星座 你今天会碰到什么事 不是这样的 他其实外境 都是由你的心 去主导的 去决定的 所以就好像 我形容说 像这个 圆形的一个 时钟 他挂在墙上 那这个 时针啊 分针啊 秒针啊 长短针 他就一直跑 一直转 那这些外在的 确实 会有一点 怎么讲 他在改变中 但是 最主要的 你那颗心要定啊 外境就转不了你 那个心定了 就好像 时钟的 那个 中心 就是 时针分针 他到处跑 但是他是靠着 中心点 中轴啊 把它固定在那里 否则 秒针 时针都 都分散开了 中也不成中了 那外境 当然会 牵绊着我们 影响我们 但如果你的心 这个定了 这个有了 主见 有了定见 你不会 人云亦云 这个日历上 那个 以什么 不以什么 其实我有时候觉得 尽性书不如无书 就是你不要完全 相信他 甚至于你如果 没有足够的智慧的话 请你不要看他 你看了他之后 他有暗示作用 你会自己 这个心态上 会自己自动 对号入座的 比如说他写着 这个 不以外出 但是有件事 你非出去不可 你才刚刚要去 打算起身 要去开门 你就踢到桌脚 你马上自己就 对号入座 就是说 你就告诉自己说 哎呀 果然不能出去 你看我现在 踢到桌脚了 像这样子 就是 这些外面所说的 你说 完全相信他 结果 差不多这个人 应该怎么说 我觉得是了无声趣 我举一个 一个例子来讲 说这个命运 绝对是可以改变 就在你的一念之间 这个在过去 有一位叫 这个后来称之 有位了凡 了凡先生 他叫袁了凡 他写下这本书 叫《了凡视讯》 他就是 一些因缘之下 他遇到一个 懂得看这些命理的人 就把他的这一生之中 富贵穷通 什么时候 这个考中当官 什么时候 生什么 什么时候 然后一辈子都没有 这个子孙的命 然后到几岁就 这个过世 这样 把他的一辈子都讲完了 他自己呢 将信将疑的 半信半疑 但是慢慢 果然像他所说的这样 所以他就很 很颓上 他觉得 其实人这样 他都知道 他也不会有子孙 子女 他也几岁就会死 那现在努力做什么呢 就等着就照这样子吧 就只能这样子了 因为他讲得很准 这样 结果 有一次他去到一个寺院 遇到一位法师 那个法师看他 怎么这样 一谈起 原来他观念这样 他就跟他讲 他说 你的 这个信念一改 你什么都可以改 你从现在开始 就是 你要去行善 做多少善事 你看看 你现在去做 加入了这些行善的事情 你的命运 马上就改变的 所以后来果然 他开始 这个 一天要做几件善事 一生之中 一年之中如何 他开始 他还做记录呢 但总是就是 过了这么几年 那个命运 算命的 说准的那些 开始不准 他也有了几个儿子 他的这个升官的情况 不同 不同更好了 而且他的寿命 要活过 以前所说的 也就是说 你真的在行 就是说 有在认真的 努力的 提升自己的内涵 充实自己的道德 等等这些 包含一些 行善助人 其实这些好的因缘 一旦加入 你的命运完全改观 所以算命就算不准 既然算不准 你就不用去算命 所以我想这个师父的话 可能也解答了很多人心中的疑惑 有的人可能是 也是像我们佛教讲的 这个就是一种执着 老师就可能有遇到一些困难 不可以克服 或者比较难的事情 老师期待于算命 我这个我能不能过去 或者我能不能得到一个什么好的结果 那么往往这种结果可能 对就是对人的会有一种暗示的作用 那这种 你的这个心理暗示 会让你朝着这个方面去发展 就刚才像师父讲的 我觉得师父刚才一直在说 不管你的什么星座 什么属相 或者你其他的这种算命 它都是那种 一个钟表的 它的那种细枝末节的地方 重要的是你的心 那你的心定了 其他的什么都可以 在你的心 你的心只要定了很多的事情 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我还是想请问一下师父 就是说我们的心要定 因为现在的社会 就是我觉得还是比较物质极大的丰富 可能人的心会比较浮躁一点 那么我们在现在的这个情况下 怎么样能够做到心定 然后呢 还有一些什么样具体的方式 我觉得像师父以前教我们的这个深呼吸 那是我现在经常会做的 就是比方说有时候遇到什么排队 因为加拿大我们都会遇到很多的排队 有的时候401会晚上堵车 就人的真的是会很急 特别你有事情的时候 现在呢 就会慢慢的就是做一些深呼吸啊 然后吸气啊 吐气啊 专注你的呼吸 然后告诉这个 说几声一二三 或者说师父原来教的 我原来是说阿弥陀佛 后来现在是说观世音菩萨 都可以 都可以 然后就会让自己这个呼吸啊 调息平静一下 就是我觉得这种具体的方式 其实是蛮重要的 就是包括静坐 我到现在为止 我都不能够静坐 就是好像静下心来 因为我看了很多的书 就觉得说 静坐可以调养 就是你的这个 焕发你整个人的这种能量 一样一天有那么几分钟 让你整个完全身心静下来 就是我还想请教一下 有什么其他的方式让心定啊 包括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方法 方法是很多啊 其实我们在道场 一般经常在讲的佛学课程 有很多 除了是义理这种 就是佛陀教导我们的一些 智慧义理的学习之外 有很多是在实践面 实践面当然要学习专注 意念 比如说你在吃饭 你只是吃饭就好 不要想那么多 你是在洗碗 你就洗碗就好 像这样你专心练习 只做一件事情 就当你做一件事 你真的只有一件事这样 你不用想 哎呀以后如何 以后前面往后如何 怎么这些 其实基本上 你的心就比较定下来了 我们可以像师傅说的 就是我们专注于 可以理解为我们 就要活在当下 专注于你现在做的事情 那因为今天是新的一年 我们大家可能都会许 很多美好的愿望 那我们也许 我自己也许了个愿望 但是不能告诉你们 但我就希望大家 就是在新的一年 一切都是很美好的 因为我们是新年的第一天 也是我们的新年的第一期节目 然后我用师傅 说故事的旅程的书的封面的一句话 送给收音机旁所有的听众朋友 感动是来自生命的故事 阅读是美化人生的彩笔 人的一生犹如春更下云 秋收冬藏 以说故事展开生命的旅程 让一幕幕人生风景充满了色彩 所以也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 所有的生活都充满了色彩 非常感谢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 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也很感谢永古法师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祝大家新年快乐 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本节目是由佛光山特约赞助播出 佛光山电话905-814-0465 弘扬人间佛教的多伦多佛光山 以文化弘扬佛法 以教育培养人才 以慈善福利社会 以共修进化人心 开放时间 每周二至周六 上午九点到下午六点 欢迎大众历临参访 查询法会活动 请致电905-814-0465 或上网www.fgs.ca